什么样的人是坏人呢? 遇到危险时应该怎么办? 要怎么教孩子保护自己远离坏人呢? 遇到坏人怎么办? 教会孩童能自我保护、拒绝危险 以及向外求救的能力 本书特色 建立孩童的安全基础知识 保护自身安全的七个练习 培养四种安全基础的力量 认识危险孩童的九种类型 分辨可疑人物的三个特性 书中举例各种情境 提醒小朋友当遇到这些可疑的举动 到了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地方 要提高警觉 并用口诀让小朋友容易记忆 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找找可疑的人物吧 后面还可以跟着孩子 一起制作安全散步地图 告诉孩子哪些地方可能会遇到危险 若是真的碰到坏人时 一定要教会孩子这个口号 不要 不行 我不去 最后附上给大人们应该要知道的 儿童安全基础之事 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怎么样保护自己 远离危险 培养向外求救的能力吧 遇到坏人怎么办